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石涛评述 马上过年了 大年三十呢 咱没有节目 这节目是咱提前录的 大年三十呢 大家就看神韵演出了 在现实的环境中 就马上过了大年三十就是猪年了 有一期节目跟大家讲过 我介绍过 我说 今年的猪年很奇怪 因为贸易战造成了中共打击美国 不吃美国猪肉 那没猪呢 就从俄罗斯进猪肉 从俄罗斯进猪肉带来的非洲猪蚊 这个从来没得过 带来的非洲猪瘟呢 他们家孙子吃不吃 他们家孙子到底吃不吃 如果他孙子不吃 谁在装孙子 那造成了一个问题 国内非洲猪瘟的猪做了肠子 猪肠子 各种腊肉往海外带 你现在带往海外带 你带到台湾去 台湾只要抓着你抓腊肉 罚款五万台币 五万台币 情节严重二十万台币 两三千美金吧 可能我不一定这数对啊 如果你拒绝交罚款 原机遣送回去 不许进台湾 日本发现了 台湾发现了 新加坡发现了 那其他国家 咱能够听着动静不较大的 就这些 所以 而非洲猪瘟的特点 只死猪 只死那一种猪 让我想到的什么 让我想到的是 两千多年前 在古罗马大瘟疫的时候 大瘟疫的时候 那时候 三次大瘟疫 源自于罗马人对 耶稣的迫害 杀了耶稣 其实真正生命的原因 是那个 在一些史料中 大家也都这么说 那个 当时罗马人死的时候 就是挑着死啊 不是 是成片成片 但有些人 怎么他都不死的 但有些人 没怎么着全死了 这个东西 就像猪瘟似的 他只死猪 可是 大家马上过年 迎接来的就是猪年 十二个生肖中的 最后一个 十二个生肖中的 最后一个 而这十二个生肖中的 最后一个 没有猪 明天大年三十 是历春 今年的历春 没在猪年 猪年没历春 没历春 秋不去春已到 自己的师父 十几年前说的 没春天是希望 猪年是生命的代表 猪是生命的代表 猪年 全没有了 全都没了 十二生肖 地支 最后一个 西游记 你一翻开 一元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第一句话 天地造 神造天地 那他没说 神造天地 就是天地大开 一元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一年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有十二会 开天 子 辟地 丑 生人 银 没猪 猪是这一圈 十二会 没了 大家 我跟大家讲过 今年一月二十一号 出现过月全石 中国看不着 在北美 在其他地方都看得着 而月全石 完完 吻合了 犹太人的立法 而犹太人的立法 到现在 不到五千五百年 不到 五千五百年 跟 一元 十二会当中的 一会分两半 是几乎是一样 中国人的 对吧 天皇地皇人皇 伏西 伏西炎帝 伏西神农 轩辕 往前推 五千到五千五百年 汇总在 二零一九年 汇总在 二零一九年 那就在 这个故事 走到 这个故事 共产党成立 一九二一年 七月三十号 应该是七月三十号 后来他开了几天 我忘了 最后成立的 他开了好几天会 他先在法租界 上海的法租界 然后 挪到了 这个南湖 红船上 他在船上成立的 到今年 二零一九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十四个七 十四个七 七十四二十一 他到头了 而到了 去年的 十二月一号 华为 孟晚舟 华为的名字 是今天中共的 中国梦 再去梦到 有所作为 我忘了他的名字 就是这个概念 应对了 习近平的 中国梦 应对了 孟晚舟 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十二月二十五号 他华为 自己的老板说 陈州策判 千番过 二零一九年的 新年贺词 一月二十五号 习近平带领了 他所有的人 政治局的 到人民日报社 去进行第一次的 二零一九年的 政治学习 人民日报社那儿 出来一个船行的会议室 他坐在船头上 要死 大家一起死 我说叫 同舟共济 后来我觉得 这词儿不对了 叫破釜沉舟 共产党2019年的 破釜沉舟的第一次会 应对了98年前的 南湖洪船 27号 1月27号 一条九 他拿出了这张照片 1月28号 四条七 大家看我节目的时候 你就往前倒吧 美国政府 动用了美国政府的 所有的部门 把华为 孟晚舟 就给干了 世界股市 所有都在波动 那是一件大事情 下午四点半干 应对他 应对他 习近平的破釜沉舟 而他的概念就是 孟晚舟 中国梦 梦沉舟 这就是命 与天 与天 与地 与人 与共产党 明天没 大线三十 咱没节目 今天咱就把这事说完了 同样在1月28号 美国政府在 美国政府在白宫 美国的财政部长 跟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在针对委内瑞拉的时候 做了个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上 他拿出了一张世界地图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白宫地图 以不同颜色 标示了中共政权 他们有时候那么 我就愿意说中共政权 跟台湾 专家称 美国在改变对台政策 美国安全顾问 波尔顿 美国政府中三把手 美国总统 副总统跟总统 是一个概念 美国总统 美国国务卿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他在谈到的是有关 谁给委内瑞拉出现了变天 谁还支持原来的 马杜罗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的人 国家 他都染成了红色 所以他的概念 在西方社会中 社会主义的概念 就是邪恶的红色的龙 这是中国 这个位置 我这笔是红的 这个位置是台湾的 海南岛 他都知道给标上红的 台湾是白的 台湾是民主社会 正常人的社会 他所在的位置 是美国白宫 他的身份 美国故意 以实际行为 不承认 意中的原则 献美国政府 这是正经八百的环境 这是真正 直接了当的环境 对不对 中共在过去时间里 去年 就连其他国家 国际社会的航空公司 在他自己的网站上 卖机票 在标识台湾的时候 他就讲台湾 而中共说 你这是违法的 如果你不敢 不把台湾改成中国台湾 我就不让你飞机进来 我就要抓你的人 制裁你 这个时间发生在1月28号 刘鹤 刚刚到了华盛顿 他习近平并不敢 把刘鹤招回来 有本人你给他招回来 没有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